德国人究竟有多恨犹太人 军官逼迫一群犹太人趴在地上 随后 老人以为就此能逃过一劫 可下一秒 1939年 德国入侵波兰 并在华沙建立了犹太专区 几十万犹太人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 德军在四周筑起高高的围墙 此时的他们跟囚犯没有区别 而在德军的眼里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等待被屠杀的牲口 高墙之内人满为患 再加上食物的短缺 每天都会有人被饿死 突然 一个老人跑去抢女人的饭碗 两人一番争夺 最后食物被撒了一地 老人立马趴下身 疯狂地舔食 而女人只能无力地用帽子敲打 少了这碗南瓜粥 也许明天饿死的就是她 为了活命 有不少孩子穿过狗洞 去墙外偷食物 可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安全回来 眼前这个小孩身体被卡住 正在遭受墙外德军的毒打 钢琴家赶紧上前帮忙 可当他用尽全力拉过来时 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第二天 家里来了一个犹太警察 是德国人雇佣的犹太人 他想邀请兄弟两人加入警队 不仅待遇很好 而且一家人不用再愁吃喝 但都被兄弟俩拒绝了 他们不愿当德国人的走狗 可就算他们不做 也总有人会做的 到了晚上 一家人正在吃饭 楼下突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每家每户都迅速地关掉灯 而对面的一家不幸被德军选中 长官命令所有人都站起来 一位老人始终没有站起身 老人并不是不想站 因为他是一名残疾人 可结果 士兵直接把他从阳台扔下去 随后 德军把一家人全部赶了出来 并逼迫他们向前逃跑 然后再扣动扳机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钢琴家意识到死亡会随时降临 不久之后 犹太人再次被命令搬走 一路上尸体随处可见 而在这炼狱般的日子里 唯一让钢琴家感到欣慰的是 不管经过多少波折 他们一家人始终没有离散 爸爸用最后的二十元 买了一块牛奶糖 把它小心翼翼地切成六粉 然后分给家人 一顿午饭就这样解决了 到了晚上 所有的犹太人被集合在一起